再来看到国立大学可能不再是窄门了 由于国内少子化的趋势 有网站就估计了 超过4成4的学测学生 有望可以闯进公立大学 主要原因就是 虽然私立大学的招生名额比较多 但是今年私校普遍都有减招的趋势 反而是国立大学像是台大 还有其他知名的学校 纷纷都增加了招生的名额 所以学测的考生 考上国立大学的机会 反而变多了 大学繁星推增阶段筛选 结果出炉 部分考生终于能安下心 有些人则得继续煎熬 等待个人申请 成绩放爆 我在学校是学素A 但是素B是相对来说 比较好容易学的地方 其实素A学的 就是我们学素A的人 其实素B的东西大部分都有学到 然后结果这次素A就比较难 所以我选的校系 大部分都是才素B的 就是我选大部分都是 气管跟经济系 刚刚送出个人申请的方针 目标念经济相关系所 也是108课纲上路后 第一届面临大学考试的考生 除了凭学科测验之外 在校表现也得下功夫 还多了学习历程和自主学习计划 让这阶的考生在个人申请上 更加谨慎 108课纲的资源 这样子货 应该是说前参志愿的孩子 他们会资源比较光厚 那中段的这些学校呢 除了说是学校自主性的补给 要准备那个学习历程 每个人都好像很忙 因为他真的是很努力 因为在学校里面 他也都是有做leader方面的职务 各生下来 而且要熬到六月 这些孩子很煎熬 很多考生都反映 今年学测数A是史上最难 又加上了很多科系的采集科目 跟去年不一样 落点分析 让考生跟家长都非常的忧虑 不过根据了大学问的 网站上调查发现 由于少此话的效应之下 今年国立大学的录取率 有达到四全四左右 这也代表着未来要进公立 大学的门槛会越来越容易吗 从教育部公布的各大学 核定招生名额来看 包含台青交陈的鼎大 以及中自辈国立大学的招生人数 增加544人 其中以台大增加87人最多 全大增加86人排第二 又再加上报考人数 相较去年少了一万两千多人 让整体的录取率大幅提高 所以在这个情况当中 你会发现就是未来 大家进公立学校的几率 会越来越高 因为公立学校没有减少 而且会小幅度的增加 所以这个趋势在未来 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甚至于会预测 在未来几年 它可能会突破五成以上 就是你进公立大学的几率 是越来越高的 但是不代表你所拿到的文凭 的CP值是越来越高的 所以我们很肯定说 现在公立大学比例要逐渐增加 我们也跟教育部呼吁 甚至这个名额不够 还要再更高 那慢慢的让大家对于 就是从国中开始一直到大学 比较没有那种所谓的很顶级 或者很极端的那种想法 会比较好一点 虽然国立大学录取率变高 但专家提醒 打破顶大国立迷思 要慎选学系 才算符合108克纲的本意 不过首届考生怎么抉择 也很苦恼 因为首次采用数A数B考试 很多商管系 采集科目也分流 有学者分析 数A题目难 一类组考生 反而相对吃亏 学测这次考完 蛮多人就是直接要嘛就重考 那嘛也就放弃啦 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想法居多啦 现在其实教育部希望是说 能尽量在学测就考完 那没有分割这些人数慢慢降低 看起来是这个意思 申请入学拉高 繁星拉高 可是这一次的感觉 不太像是这样子 108克纲上路 目的就是要让学生 不再以成绩来评分 加上近年企业爱用校系也有新气象 前20名科技大学 加上私校就占了一半 打破学生非顶大不选的旧观念 GPV新闻正声闻 刘军台北采访不到 元宇宙的概念现在相当的火红 高通最新第二代的XR晶片组 XR2平台也是全球第一款 可以支援5G版本的产品 而现在VR产业的主要玩家 像是Oculus还有HTC 都采用的是高通技术 但很多人不知道 这技术的背后 跟高通合计设计开发平台的团队 是位于总部的细致 一家股本仅有3.5亿的小企业佐珍 而对此呢 在元宇宙的推波助澜之下 总之佐珍的董作也说 未来资金人才的陆续投入 会有爆发性的成长 智慧眼镜戴上去之后 视角完全不一样 像现在我们在这个智慧展厅 看起来的现实东西都一样 不过在我眼前就出现了四个方格 只要透过我的手部挥动 它会自动的感应出现我要的东西 未来运用在生活上也相当方便 戴上智慧眼镜 手挥摇摆 外观上看起来就是摆动 但其实戴上眼镜的我 看到的是不同倾向 我要抓哪一个过来看 再推哪一个回去 就像这样的情境 透过智慧眼镜上的感应器 左挥右摆就能把画面中的区块 任意挪移或调整 而且背景还是现实场景搭配 这样虚实整合的效果 未来有机会运用在更多场合 我个人的判断 现在如果说我们的智慧眼镜 要能够普及化 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光学 近眼光学 这个近眼光学 就是一个 元宇宙的一个视网膜革命 近眼前视 他已经把所有的数位内容信息 已经打到你的视网膜了 像是另一个场景 画面上看到的是一个摸字型的空间 但戴上智慧眼镜 同样透过白手感应 就能任意挑选家具款式 颜色 这样的方式能有效分配展场空间使用 而且还可以客制化挑选 智慧眼镜成了未来新趋势 硬体的载具成熟了 再加上人机交互的一个方式 也更人性化 这个时候 AR的一个发展 就会快速的比过去十年 所以我的判断是在未来三年里面 会比过去十年的发展 更快速 前面出现了很多视窗吗 黑色外观曲面镜面 眼前这款智慧眼镜 能透过视觉测效 达到开会影片播放 以及互动式情境效果 大多运用在电玩游戏上 但未来随着科技普及 融入生活的机会也越来越高 像是拍照 拍影片 听音乐 打电话 都会成为基本功能 包括现在所谓的5G 还有其他ICT技术的眼镜 都造就了这个产业链 更成熟 现在包括所谓 大家都在谈的元宇宙的部分 这个部分不管是从在设计 开发 甚至于产业链里面的包括晶片 然后包括整个的一些驱动 都可以让这件事情发生 智慧眼镜方便快速 但未来也得强调使用性 也就是往轻量化 多元性发展 业者表示因为电池的问题 5年之内还没有办法拿掉电线 但看到未来的5年 智慧眼镜将会大幅成长 还没有办法取代手机 但可以跟手机并存 让手持科技逐渐变成穿戴科技 大家会觉得以前的VR眼镜太大太重 那现在其实有一个趋势就是 把VR眼镜的轻量化 那轻量化就会变成 做得好像就跟我们一般戴 像我这种戴眼镜 其实是一样的模式 那你也可以透过里面的内容 你可以去看到说 元宇宙相关的 你可能要去 他们的虚拟的一些世界 穿戴科技成为未来新趋势 根据试调机构表示 去年第四季 全球穿戴式装置市场创下新高 出货量达1.71亿台 比2020年同期成长10.8% 去年出货量共计5.33亿台 比2020年成长20% 穿戴装置仍以蓝牙耳机占比最高 几乎占了三分之二 智慧手环智慧手表紧追在后 另外智慧戒指还有智慧眼镜 在去年第四季 也都有超过九成的成长 各家大厂包含苹果 三星华为 都在抢工智慧穿戴商机 因为AI相关有个好处就是 你今天你透过戴了他的眼镜以后 你可以透过你可能要导航 然后或者是你要相关的一些资讯 他是透过眼镜上面相关的一些讯息 你可以知道说 我就不用拿手机跟Apple Watch出来 我一样就可以去找到相对的位置 智慧眼镜带起风潮 轻量化跟电池耐力是未来关键 利拼穿戴科技 强调使用多元 各家大厂摩拳擦掌 TB新闻燕俊宏来明台北采访报道 疫情宅家时间变多了 养殖户也正航 餐点还没上相机先吃到饱 以热带雨林为主题 从墙面装潢到各个角落 绿意爬满整间餐厅 很少我餐厅他们会用就是蒸花 来这边吃饭的话会觉得就是 好像会觉得整个步调会慢一些些 对会感觉就是压力的部分上来讲 也会得到一些释放 吃饭不只是吃饭 用浮夸又疗愈的植栽组合 餐点与环境完美结合 打造出不一样的打卡景点餐厅 花种很多植栽很多 其中这一个大家应该不太陌生 给我小看它可以看到 有裂盆从裂子中间裂出来 这个就是近期很夯的龟背育 像这株就是最近市面上 比较受欢迎的龟背育种类 非常非常大的裂叶 那我们都叫它大洞洞龟背育 那这个价格之前可能要逼近到两万左右 你没听错这特殊的外形 就是能让价钱高到难以想象 每一株都长得不一样 龟背育各有各的特色 同样很夯的鹿角爵 价钱也很惊人 像这株就是不含板子 光植物本身其实大约一千左右 旁边这只啊 它的价格就在稍微高一点 不过因为它还是幼年期 所以它形态还没有长得不太出来 疫情之中许多人因为就是待在家 没有办法出游啊出远门 那在这个时候其实就是需要一些陪伴啦 除了自己有阿妈凹狗之外 那我们也就是开始会养一些绿色植物 其实网红也是占一部分的因素啦 不管是放家里还是办公室 用绿意装点生活也成了风潮 需求带动市场买器堪比艺术品的植栽 一株要价千元万元的植栽已经屡届不鲜 有些品种它是适合台湾气候的 那它价格相对的就不会这么高 那今天我们赏这个叶子 那这叶子够漂亮的话 就会有比较多人追求 但是深多粥少 价格五六万的植物 其实它比较没有再被复制 那成本就会相对的高出许多 那当然炒作也是一部分因素啦 除了本身数量会影响价格物以稀为贵 长得越奇怪越便宜 或是有特殊色泽及斑纹的植株 价格都很不菲 这波疗愈商机有多大呢 我们来到日式服饰品牌店 可以看到不只卖衣服还有裤子 看到了这一面墙 有卖多肉植物还有官业植物等植栽 以及一整面不同颜色 不同种类的新鲜花鼠 供民众选择 杨干局其实很香 而且它就是做护手霜 有闻到吗 有哦 有淡淡的味道 对对对 花气走简约风 一束一束已经简单包装好 电材刚开门就已经涌入不少人 冲着花草而来 植物呢 在就是疫情的这个时代呢 的确是可以带来一个幸福感 一个疗愈的一个感受 就是在推出以后 就是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回响 那我们发现很多 不管是家庭客啊 或者是路过的一些年轻上班族的一些客人 其实大家都会受到这些植物 它本身的一个美感的一个吸引 疫情影响下各种居家行业连带受贿 走疗乐系的花花草草也在年轻人和新贵一族中崛起 植物风已经越吹越旺 记得新闻钟德荣从越台北采访报道 关注疫情 新北市一口气新增了11例本土病例 有工厂的作业员以及树林的科技厂 裁检人员陆续进入科技厂 因为这里一口气就多了10人确诊 最先发现的是案22556 证明越南籍移工23号发烧 到医院裁检确诊CT值19.3 赶紧扩大筛检208人 又发现八位移工和一位本国籍员工杨信 新北卫生局不敢大意 匡列173人 其中有137人都是生活较紧密的移工 要居家隔离 全工厂先停工清销 有七个都是在同一间宿舍 那其他的三位其实跟他们都在同一层的工作 他有的是工作在一起 有的是这个宿舍 并不是因为他在不同的宿舍 有不同的感染源 新北布置树林的工厂有确诊 终合又一位工厂的作业员 30多岁男子24号出现喉咙痛汗发烧的症状 到医院裁检确诊 CT值12.7具有传染力 匡列了五人居家隔离 新北单日多了11例足迹先疫调 树林家乐福板桥烧肉天国餐厅 还有中和的便利商店都在名单之内 两起案件感染源都还没找到 只是本土连环报高雄婚宴上才有一对母子确诊 看看当天的座位图 同桌就有三位北部南下参加的亲友 同场则有11人 但高雄特别澄清 医疗结果研判跟新北的新增个案没有关联 我得到的讯息是 卫生室的成员行业验过是阴性 所以也排除这样的关联性 就怕新北工厂群聚再扩大 快横准异调 想办法阻断传播链 推本新闻连至黄俊伟旧宣 SNG小组才被报道 人的肠道可被称为是第二个大脑 有独立的神经系统 而且想要您的免疫力足全 必须要摄取足够的营养素 拥有健康的肠道 也可以提升人们的免疫力 日本主播大学研究报告发现 好的膳食纤维 特别是可溶性纤维 与降低认知症风险有关 因为肠道微生物可能影响大脑 可塑性和认知功能 鼓励高膳食纤维的健康饮食习惯 有机会降低认知症的发病率 我们都知道肠道是第二个大脑 那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是它本身有数百万个神经元 有自己本身独特的一套神经支配系统 第二个它和大脑之间有密切的交互作用 那我们称为脑肠轴 脑肠轴简单来说 就是脑部的一个状况 比如说有压力有情绪 就会造成肠道的改变 例如拉肚子便秘若肠道出问题 可能会影响到大脑的一些疾病 像是阿兹海默症 巴金绅士症 纤维素它是可以保障我们的肠子的抗发炎 以及细菌的入侵 那间接的就可以保护我们 全身系统的一个发炎反应 那我们在用高纤的饮食的时候 它可以去有抗氧化的作用 可以让我们的肠子的发炎的反应下降 此外它也可以让我们肠道的益生菌 能够菌虫的增加 日本有研究指出 高膳食纤维饮食可以减少脑神经发炎情况 进而预防阿兹海默症的发生 国外有其他研究也指出 益生菌除了可以改善肠道的环境 帮助消化改善营养状态之外 也可以减少巴金绅士症的一个发生 味道的那个有益的细菌 我们帮助消化以外 对于免疫系统 它有很大的帮忙 而且对于我们脑部的一个认知能力 它也有很大的一个改善 现在发现它有微妙的一个连结关系 饮食中若富含纤维质较多的食物 对肠道益生菌的生长及多样性 都有很大的注意 这些富含纤维的营养素 可能可以增加肠道益生菌 肠脑轴线是消化道与中枢神经系统兼双向沟通的生物化学路径 而肠道微菌虫可以借由调节免疫系统及内分泌相关因子 例如短链脂肪酸 来进一步调节大脑功能与认知行为 有越来越多研究显示 肠道微菌虫与老化神经退化性疾病 包括认知障碍及帕金生死疾病有关 随着年纪的老化 肠道微菌虫多样性将减少 若能维持肠道微菌虫的多样性 可能与促进健康老化有关 饮食是影响肠道微菌虫重要的因素 我们都说一日五蔬果或是甚至七蔬果 有抗癌的一个效果 其实我们发现说 抗癌的一个作用跟我们体内的一个细菌 抗发炎有很明显的一个作用 尤其我们每天如果藏在饮食的部分 你就已经有抗发炎的作用 可以促进我们的脑部认知功能 多食用一些蔬果类的 尤其五蔬果五分蔬果或七分蔬果 事实上是还蛮建议的 肠道菌虾的好坏除了先天基因 其实大部分与民众后天的生活饮食习惯有关 像是运动睡眠心情 医师提醒肠道健康 最好多摄取高纤维饮食 降低疾病发生率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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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